今天我覺得丁守中在質詢當中比較有意義的數字是 25歲到30歲的失業率高達9%多 既然是最高的 那對於老人的照顧上面的滿意度 我印象中應該是27點多是全國最低的 當然這個數據都提出來了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影響到年輕的選票 因為都知道年輕是最支持的 但是大家對年輕在台北市的失業率有多高 之前是未知的 但今天丁守中很明確的提出一個數字是9點多 那最低的是新北市 那包括長照的問題 老人照顧的問題的滿意度也是最低的 這個東西會不會直接衝擊到柯文哲的年輕人 到現在才想到說 原來我們失業率 那幾年輕人的失業率竟然這麼高